回到第四集,听众每一次都很想听博士讲佛学,博士信不信论会? 这个不是信不信,跟我信无关的,这个大家要很清楚, 譬如说我拿着你这件事,我手上打开手板告诉你, 我不是握着,现在有些喉堂,我不是,台长,这些喉堂在越南做的很漂亮,你可以试试,如果有喉咙不好, 这不涉及信字,因为我告诉你,所以佛教,在佛学来说,最厉害是没有信字的, 其他宗教很强调要信,因为他将他的学问,他知道的东西公开告诉你,是这样的, 是你接不接受,我没有叫你信或者不信,不需要涉及我信,和我信无关的, 那个轮回是宇宙的现象重复,如果说到轮回的现象重复,要举一个例子, 否则很难明白,即是所有大宇宙的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不停运作变化不停, 只能够用水可以举例,因为只有水的物质,有三种形态存在, 冰,气,固体,气体,液体,其他物质没有,既然宇宙的元素有三种物质存在, 我做了这个冰,到第二个时空一变,变成了水蒸气,水蒸气又变成了液体出来, 下来,又变成了第二个冰,我藏身在这个位置时间,其实全是有关系的, 我不理你怎样变的,所以在佛学最强调的幻化世界, 这个Maya世界,幻变的世界,变来变去的,你明白了这个宇宙就是变来变去, 好了,接着你一说变来变去,变成了怎样呢? 在现实一说,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我们要争取GDP, 最能够变出来升高是什麽呢?我说有英泥是否高它, 拿钢铁是否高它,GDP便高了,变出来嘛, 变成了GDP,你当真是吗?其实是幻化来的, 你拿来变来变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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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轮回最重要的宇宙现象的重复,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都是你, 但是在佛学最难是哪里呢? 一碰到神学,在神学来看这个灵回, 就有个灵魂带着你,特别是印度教,道教, 你有个灵魂飞出来,有个实体的, 好了,在佛学的维释学,后期它也走了一样, 它因为有个神我的我,再轮回下来, 便违反了无我论,所以后期唯释学, 它不能够存在,它违反了佛祖刚的无我论, 无我论,因为你还有个神我存在, 那就违反了它的无我论, 还有个实体是轮回的,这个是错的, 正式是最难解释的, 所以它到那个尼瓦那的世界, 不可以解释的, 佛祖又没有说人死后是怎样的, 因为那个不是人的领域知道, 它有十几件事不说的,不答的, 因为不关你事, 你现在,你学佛是解除你现在, 你受这个轮回速迫的痛苦, 你有病,你就看医生, 看完之后,不代表你有资格做医生, 你解决了你的轮回痛苦就算了, 好了,在原始佛学没有六度轮回, 只有五度,没有修罗道的,地狱有的, 地狱怎样生存呢? 那个不是密质世界, 那是感性世界, 是意识流的世界, 等于梦境的世界, 例如你梦境被人打给人吃, 你会感觉痛苦的, 身边的人不肯知你痛苦的, 是吧? 好了,但是那个地狱, 你刚才问的地狱, 不一定在死后有的, 在我们现在现实的人世间都有地狱, 你看那些战场便知道地狱, 乌克兰, 是吧? 跟地狱有什么分别呢? 被战火这样燃烧, 看着自己的亲人摧残, 是不是地狱? 或者你炸在那里,断手断脚, 躺在耳朵那里, 吃不可以吃, 死又不死, 死又不死, 这就是地狱世界, 对不对? 所以地狱其实在人世间是看到的, 畜生你也看到, 牛猪羊鸡, 你也看到, 是一个幻化的MAYA, 所以为何去到那些天道高级的人呢? 就是他不是用肉体去做爱, 而是他的意识流做爱, 所以在ET那里, 一碰手指就碰了, 那个比较深, 就是他没有肉身的障碍, 有些生命不一定有肉身, 现在在我们宇宙的空间, 未见到的生命, 你是计不了的, 肉眼, 肉眼见到有八百多万种, 有很多肉眼见不到的, 肉眼显微镜才能看到, 有细菌, 病毒等等。 是吗? 用这个简单的举例, 解释了, 量梅和地狱是一个MAYA的世界, 你说他没有关系, 等于一枝羊竹, 他将近认识的时间, 你找另一枝羊竹, 再拨这枝羊竹, 典续在这里, 那构这枝羊竹, 和之前那枝羊竹有没有关系呢? 他借那些火电, 再延续, 那是没有关系呢? 你说有又可以, 没有又可以, 实际就是有关系, 他要靠他的力, 才再重新怎知, 我们的轮流都是, 等于水的三种形态存在, 你无论你边来边去, 它的湿性仍在, 水气湿, 冰又是湿, 空气都有湿气的, 无湿就不是水的,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灵回, 是叫做现象的重复, 你的相貌又不同, 你可以做鸡, 做牛,做马, 做其他动物不同, 但它本体是没有变的, 都是四大元素幻化出来的, 是显化出来的,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灵回的过患, 你会觉得, 很痛苦, 随时的生命又无常, 又不知几次死, 撞车又死, 坐飞机又死, 跌架下去扎死, 无端端走到街, 被人打架又被人打死, 你觉得生命无常, 我怎样才摆脱, 这个灵回的束缚呢, 就是佛祖说法, 他看四门的佛祖, 看了生老病死, 反不过, 就算我做皇帝, 皇席也是很短暂, 但如果轮回不停长, 又变冰, 又变云, 又变霧, 又变水, 你怎样变来变, 我怎样才离开, 不能变呢, 不用受这种力, 他牵引我, 就是要收到, 他成佛, 所以正式学佛是很难的, 因为你摆脱了在时空那段的价值观, 是很难的, 因为人会依恋自己的ego, 很多事情, 譬如说你世间的享乐, 是的, 很多事情, 他有快乐带给你, 他有些东西给你带, 他不永恒的, 虎堤就是, 你终归你也是不开心, 他始終会失落, 你今日快乐, 但他不会说你怨不停, 到你消逝时, 你便有失落的痛苦, 或者你想去追求佯法律, 追求不到便有痛苦, 他有百苦, 求德佛苦, 怨真慧苦, 生老病死苦, 所以在佛学, 正式学到佛的真谛, 而能够去牵持修行, 是不容易的, 所谓一个人, 他可以有缘分出家, 是很大福气, 完全不容易, 所以我们是尊敬的, 正式出家人, 他那些是很有慰根的, 他真是知道生命的无常, 真是, 我们组织就是, 你怎样不过, 这套东西玩不玩, 你什麽功名利路, 什麽妻妾满堂, 什麽华丽大厦, 什麽带不走, 你什麽带不走, 不肯死得死, 不想死, 你反而来生无可恋的人, 就无所谓, 譬如生活越好, 你就越死, 痛苦就越大, 他好, 不肯死得死, 你看看委内瑞拉前总统死, 他在病人床上说,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世间来, 你有多少痴身, 就是最痛苦, 你不捨得死, 所以在佛学, 是学这一点最重要, 即是你的修行目的, 就是要脱生死, 其他完全不重要, 那是否说, 如果你误透这件事, 就是可以摆脱轮回的宿命? 摆脱不了, 不是说你想摆脱摆脱, 因为你有宿世的力在牵引着你, 所以我们为何最危险呢? 你做很多好事, 很多性, 你都要忘记你做好事, 因为你做好事, 你要回来收那盘债, 都是力来的, 我做坏事, 我要接受这个轮回的报应, 但我做好事都会死, 因为多人欠你的东西, 要还给你, 扯着你, 不让你走, 所以为何去到金刚经理, 你要无所住, 例如布施说, 你做好事都不可忌计, 他都是你轮回的因, 要回来收债, 欠你的钱, 欠你的钱, 要收回, 你回来收都会死, 所以我们不可以收人天福报, 要终极究竟的裂盘, 这是很深奥的学问, 所以为何我们在世间做很多工作, 我都只是通知学生, 只做好事, 莫问前程, 不要理他将来的得失, 就是怕你做好事都会扯你回来, 扯了你回来, 到你享受你做好事的报应, 但他有朝一日完了, 你又会再跌回来的陷阱, 所以我的学会没有招收会员, 一个都没有, 做完就算, 做完就算, 这个都是自己以前的老师教得好, 即是你做好事, 都是你轮回的因, 都要不要记, 做了批听到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去到这里, 属于戏量yoga, 戏量瑜伽, 即是你等于你上舞台做一个角色, 我今天做这套电影, 我做狀元, 又做皇帝, 接着又做黑衣, 你当人生原舞台, 都可以的, 但这个跟我们普通人理解的轮回有点不同, 我们普通人理解轮回, 有个灵魂的, 就是你前世突然间, 不知为何死了, 你今世, 你记得回, 那时候我敢死, 前世, 其实我不是男人, 其实我是女人, 即是普通人的记忆就是这样, 对这件事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们也有这个现象, 但你也是幻化的, 因为你记得, 你做过水, 做过云, 做过墓, 做过冰块, 但也是一件事, 你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现象, 都是MAYA, 幻觉, 一个幻象, 如梦幻抱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因为我们凡夫看世界, 和另一个维度的生命, 世界的速度不同, 例如蜗牛走十公尺, 觉得那时间很久, 但我们看十公尺很近, 大家是不同的, 即是等于你说所谓的浮游, 他生存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 可能我们一百年, 其实在另一个看法, 都是那么短的, 据我们所知, 某一道空间的生命体, 在我们地球的大厦, 一路起一路倒, 一路起一路倒, 很快, 我生命法来的, 很快很快, 很快, 所以以前有些书讲过, 山中方七日, 世上二千年, 这个时空不同, 相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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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理解这件事, 对很多事, 你都不会執着, 因为你執着, 对你无益, 因为你一執着, 就妨碍了你前进, 你医乱一样东西, 你吃亏的, 你的视野很窄, 你医乱了, 所以佛学是很厉害的, 他的智慧是很广大, 即是差不多, 你是当游戏人间的, 如果逐家人, 我们现在就是在玩游戏, 我当游戏人间的, 外出也不同, 外出也很专心, 我只是收解脱道, 他用的思想是不同的, 我集中一门深入, 正到那个境界, 我就断了这个陈前, 或者我未断之前, 我还要出世多几世, 我就走了, 好了, 但是我们逐家人, 有一件事就要小心, 有些人就是, 你在一个相对世界, 因为他又做很多坏事,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有些人, 又开鸡斗, 又卖白粉, 又开赌, 但他上法很诚心, 又练金刚经, 什么经日日权成, 很诚心, 又做很多好事, 因为他在A的地区, 他是一个大慈善家, 是一个很诚心的佛教徒, 什么好事他都有份做, 做到很文明的, 原来在另一个地区, 他卖白粉, 又开鸡斗, 又放桂里, 什么都做了, 好了, 他又练金刚经, 所以他死了, 那怎样呢? 你总人, 怎样算了? 是吧? 这个真是很有趣味的, 我举一些例子, 最近在西方, 都很盛行, 譬如英国布里斯托, 有人建议很多学校, 建议院, 那查是怎样呢? 原来他几百年前, 这个家族是专为奴隶的, 那些钱是这样来的, 那这条数目怎样算呢? 现在世间最多矛盾就是这些, 我举例, 有一个这样的佛教徒, 这么权成, 又有这么好的生意, 死了, 那怎样呢? 他一死, 我们有一个称, 即是现在法院有个天秤, 那个女神, 女神, 有人请一请, 这个人做不好事多, 就好事多, 一请, 哇! 这个不乖, 不是这么多不好事的, 那就好了, 根据那个宇宙的大宪章, 我们人世间宪章自己制定, 但宇宙本身有个大宪章, 那个宇宙的大宪章就是因果的历, 耶稣教, 每个人都相信的, 我因果的, 而是因而是果, 你不会种菠萝, 这一片无瓜的了, 有这个评判在这里, 宇宙大宪章, 无形之手, 一情, 哇! 这个不乖, 要落地獄, 那就扯他落地獄, 落地獄, 好了, 那你落地獄, 那当然是判官裁判你的, 原流王, 怕那些人拘捕你, 鎖落地獄, 牛神画面, 那他就练金刚经, 一练, 变成一个大金圈围着他, 拉不到, 卖不到身, 有神光护体, 你没领了符, 回来找回原来王讲素, 拉不到这个人, 我说, 原来看, 是的, 那怎样? 我说给玉皇大帝听, 你不行, 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 皇大帝原来都解决不了, 佛祖你, 我弟子, 搞这样的事情, 那条帽子, 就判断在地獄, 不要去念你那本金刚经, 他日日念, 他很诚心念, 他一念, 整阵金刚肘, 你怎么吹他不抢, 免赐金牌, 那我们世间的事恶如何判呢? 不知怎样判, 这个真是学问, 怎样解决它呢? 佛祖交代我们大帝, 让他轮回七次, 做人, 让他做七次人, 未够七岁前, 拿他命, 让他轮回, 做人做七次, 但不让他享受人的福气, 七岁前, 就要他死, 令我七次, 就是烧了他的金刚经的力, 才再扯他到地獄, 古爹说完, 这里可以拍戏, 这个是剧本来的, 下次有机会再进行, 其实听众有很多事情问, 不过我们就逐一逐一安排, 不可以一次, 我们慢慢认识, 说你都未必明白, 你会看到宇宙, 我们看人生世界, 跟一般人不同, 不错的, 即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学问, 那么多的知识, 去看一件事情, 原来我被人骂, 这些好处,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的视野不同, 好, 博士, 你穿那件衣服, 你介绍一下, 哪件, 我这件香文衫, 就是我们中国, 廣东省顺德, 有一个地方, 我不忘记了, 做香文衫文名, 上网我也搜索到, 大家有时间, 可以买些布料, 做件穿, 因为香文衫, 如果懂事的人知道, 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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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一千多百元的材料, 就买到了, 我们买的年房, 要一个万美金, 太贵了, 我也不捨得着, 好, 介绍, 今天我们给台阳吃的猴糖, 你刚才说, 开麦, 把声清一点, 当然了, 这个我们不能买的, 这个是越南的, 我叫朋友在越南, 帮我买回来, 这些猴糖, 是用天然的植物做, 它的甜味没有加糖, 但它是甜的, 所以是很神奇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朋友在越南, 可以叫你托去买些越南猴糖, 拍一会儿, 我会贴上去, 其实这个药, 很多地方它有自己特色, 每个地方不同, 譬如日本, 我听过一只药, 是专医牙痛的, 是啊, 给你一排, 多谢, 我们经常说话, 我们都害怕, 送合给你, 多谢, 不如说越南的, 越南的, 越南的, 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 它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特色的药, 譬如说印度, 有些油甘子, 是印度国宝来的, 我有油甘子学的, 如果有些网友, 有三高, 你又来我天后, 找方太多油甘子学, 你给一百元以内就可以了, 一大包, 用一个月的, 泡茶, 泡茶, 降三高很厉害, 油甘子学, 是印度的宝来的, 油甘子是印度的宝来的, 印度很多宝, 印度多, 饭又厉害, 米又厉害, 是的, 印度的米很贵, 漂亮的米, 那是皇帝米, 普通的都要二百多元一斤, 大家吃过吗? 我去印度山, 我吃过那些皇帝米, 但我不知道是否你所说的那一只 皇帝米是不可以煲的, 要吹的, 吹熟它, 吹熟它, 吹完之后炒饭一流, 身体很长, 很光脆, 很光爽, 那是很珍贵的, 另外印度, 芒果是世界最美的, 只有一个地方, 出的芒果是世界最美的, 每年都要订的, 即是你不是在香港随便吃到的? 香港, 重庆大人说你要订的, 这个时间要订的, 但不是巴基斯坦, 没有分开过, 反而这种果仁, 就是巴基斯坦, 又是当宝的, 这个是松子人, 很香啊, 我吃过, 所以大家在世界上, 是很大的, 但譬如说, 今天我们讲的是, 很深奥的人生知识, 你普通世间人看的表面知识, 原来被人骂你是星官, 他问你, 知不知道我如何骂你, 你不知道都会死, 也虚雅, 你真诚肯... 即是你真诚ических, 要堵不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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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لم? 根本便真诚响坏坏坏坏坏坏 JOHN 如果自己 headlines事, 我心诚了, 我們很多覺得很有用的人生的道理 深厚的 所以現在你看現時的政治 如果你用普通人去看 普通人演繹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我們中國為何那麼惆怨呢 他們全部是學馬克思的維密變政法 去看世界 看不到剛才所說的層面 他不是做給你看的 等於美國現在他們要建立 他跟整個美國的民主世界的人民交代 他跟他本身後面的國 那些真是他的老闆 所以共產黨不明白 因為他特意跟你作對多亂語 他的遊戲不同 他會交代 美國的議員是代表世界現在的潮流 不是說他對與不對 那個潮流是玩這套遊戲 他不玩這個意識形態的話 他向人國內各國都交代不了 作為這個當今地球唯一的超級強國 以致是這個所謂自由世界西方陣營的領導 你共產黨喜不喜歡就是你的事 但如果你共產黨做官的人不明白 這個現今世界潮流的形勢 你會逆天而行的話 你只有你自己痛苦 只有你碰碼 只要你越來經濟越壞街 他便加上所有同路中人制裁 你呱呱吵也沒有用 那你五眼聯盟現在政府都禁止了你的抖音 全部做了 所以我們為了黨國的安全 我們鄭重給一個Warning 中國就是幹部 你要說真話給習先生聽 你要有耐性解釋給習近平聽 現在這個世界潮流 不是說他對與錯的問題 潮流是無法提出的 例如劉恒哥吵你會紅的 吵你也不知為何會紅 MIRROR為何會紅 甚麼叫潮流呢 明白共產黨就是低B幹部聽著 告訴習先生聽 現在世界的潮流 就不是你用口罩出來說別人命運共同體 跟你老母,誰跟你共同體 你老母,你下鄉耕田,叫你學生 我屌你,好人好者,跟你玩共同體去下鄉 你怎麼瘋狂了? 你要告訴老闆,你瘋狂狂的 郭先生說你,習先生 你話我名字也不瘋狂的 你說來香港的郭兆明 告訴你,習主席,他說你瘋狂的 我屌你,好人好者,跟你下鄉 你睡醒了嗎? 為了跟你做命運共同體 你問習近平,睡醒了嗎? 還沒睡醒,睡醒才叫他 那些說話是不能說的 你關上廁所,自己跟幹部打飛機 一個人答應你便可以 他靠你找食物,玩你的遊戲 就說,對,我們命運共同體 這樣便可以 你跟世界說不可以,是被人笑 對嗎? 好,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大家繼續期待下一次的茶博士觀論 接下來,有請香港亞洲農業研究發展基金主席 郭兆明先生致詞 各位領導,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中國人習慣呢,人跟人見面都講緣分的 所以,表示我們今天,大家聽到什麼都是養分 那些養分呢,終點是在哪裡呢? 就是人只有人才可以把我們的知識長的世代 所以我們今天證明,我不是租喉書 那些租喉書,那些租人的百分 你抓你的貓狗,不可以把知識長的世代 只有人才可以 還有,只有人才可以 還有,只有人才能懂得分病,效力,乖力 還有,只有人才可以發展 使他生命活動發展 可是我們發展,要向好的方面發展 你要向好的方面發展,我們要工具 所以我們想要中國大八國長書 我們要把八國長書拿來 給你們同學們做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它背後,你們要重視 它是三千多個我們國家 主要的知識分子 花了七年時間,才拼出來的時候 你們有這個工具 我們人就不可以發展 我過來的時候,有些統計 有一個問題 一般人送書,送了就完了 為什麽你們送書,搬著一個鼻撒 還搬著一個叨雙人 和雙人,你們知道嗎?一想說 好像什麽知識你都有 好像知道的很多 可是你不懂怎麽用 你知道怎麽用 我跟你們打一個鼻撒 你們拼聲一拼水 甚至師兄先生才買幾塊錢嗎? 你相信不相信,在我受傷可以買一百塊錢嗎? 只要跟你們的知識是不一樣 你們要懂得將來,要懂得怎麼弄這個書 用你們的方法 還有更加的思想要窄化 利用我們鄧小田先生的理論 把我們國家堅持起來 最後我們感謝文化扶貧委員會的 我們在亞龍資金 它們合作十八年 就是尊重這個書為情的部長 它幫我們國家出資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在農村的漫村舒服工程 手拉手工程 這個地球窗的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緣分 有今天來到這裡 你們要對許部長有一點尊重的意思 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首先感謝釋迦牟尼聖節 雖獵盤二千五百多年 但仍能超越時空給我加持力 其次感謝所有跟我直接或間接的有關生命 給我提供生活上的資源及知識 使我在此時空舞台能有緣多做一點事 這本書雖為囚建世界和平成而住 但最重要卻是為未來下一代 希望它們增加對宇宙本體的認識 啟發內心智慧潛能 開展道德倫理的善性根源 善用人類的生命的殊性點 為眾生無私服務 使世間成為樂土 只有人類方有能力去分辨是非善惡 及影響命運升降的功能 更可以將理性的傳統知識 流傳給下一代 其他形態生命便沒有這些能力 作為釋家法教傳人的我 更有特殊使命去維持傳統 將清淨無染的智慧法教傳播給有緣人 願有緣者將宇宙本來如此的真理信息轉播 使大家有機會為世界和平 貢獻出一份善意的助緣 現今釋迦牟尼理性學說 已被演變成為宗教形象 在世上示現 這是很大的錯誤 更甚的是 適家更被某些人利用他的形象 學說 作為藏機弄絲或混飯吃的工具 使他慈悲智慧的精神象徵蒙慮 使人類隕藏之智慧被遮蔽 願此書能為適家清淨自燈加油 使世間多些安寧祥和的景象 為心之所願 郭兆明 1990年8月 讚於香港正名草堂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